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舅舅姨妈坚持要把我送人 家里平白无故添个女婴 且不说会不会成为十里八村茶余饭后的笑柄 重要的是外婆已经上了年纪 她自己都寄居在舅舅家里 哪还有资格留下嗷嗷逮捕的我呢 据说我被送走的那天 外婆躲了出去 等到领养的人抱着我走到村口的时候 外婆追了过来 她跟人家说 让我再抱一下 刚刚满月的我 从包背里伸出小手 紧紧地抓住外婆的食指 那豆芽一样的小手 把姥姥的心都挠碎了 多年之后 每次提起那个场景 外婆依然情难自禁 那天 外婆把我抱回了家 从此再也没有放手 她固执地认为 我这条命是投奔她来的 外婆还给我起了小名 就叫豆芽 她说 那是一个她叫一次 心就会软几分的名字 可想而知 从外婆抱着我 回到舅舅家院子开始 舅妈就开始指桑骂坏了 骂舅舅无能 骂家里两个孩子拎着一张嘴 舅知道吃 骂自己嫁给李家瞎了眼 舅舅越劝她 她就骂得越大声 也是从那天起 外婆再没进舅舅家门 她租下一户人家的西乡房 开始了我们相依为命的生活 乡亲们纷纷劝她 一把年级了 不在儿子家住 会让人笑话的 舅舅也抱怨着说 妈 你在外面租房子 别人笑话的是我呀 这话惹恶恶了外婆 她说 我三十五岁守寡 把你们仨养大 从没动过把你们送人的心思 现在 我替我姑娘把孩子养大 有什么可笑话的 你的面子 比一条人命还大吗 外婆赶走了舅舅 她说 不会去拖累他们 决定了养 就要好好的养 不会让我寄人篱下 受人白眼 就这样 外婆重新拿出 二十五年前 丧偶后的倔强与坚强 我妈寄来的生活费 根本不够 她便买了一些鸡蛋 浮出了很多小鸡 公鸡养大了 拿到集市上卖钱 母鸡生蛋后 蛋黄夹在米糊里喂我 外婆吃蛋白 她还在房后的山脚下 开垦出一片菜园 一半种菜 一半种葡萄 四周种上 向日葵当榨了 葡萄下来的时候 外婆用背带背着我 手里拎着葡萄筐 去集市上卖 路上就带些 自己做的煎饼充鸡 谁知道 有人以为煎饼也是卖的 扯了一脚尝过后 赞不绝口 从此以后 外婆日常开始烙煎饼 逢急再去卖 攒了一点钱后 外婆买了一辆电动三轮车 每隔两天 我们祖孙俩就去赶集 中午时分 再呼啸着回来 归来时 总有乡亲们围过来 参观外婆的战绩 每次他都会给我买些小零食 也会分给同村的孩子们 也因此我有着全村最好的人缘 冬天 小伙伴们都跑到我和外婆的小屋里玩闹 外婆就用大锅炒瓜子给他们吃 那小小屋子的果仁香 弥漫了我整个童年 有一次 外婆又炒了瓜子 我揣了两兜 就往外面跑 跑到在河边玩的表哥表姐那里 把瓜子硬塞到他们兜里 然后我们仨在河边摸鱼 那天 我摸了大概二十多只泥球 晚上 外婆给我做泥球炖豆腐 好大的一锅 我盛出一碗 悄悄端着往舅舅家走 谁知心里太兴奋了 快进舅舅家门时 一下绊倒了 九岁的我 看着泥球豆腐撒了一地 嚎啕大哭 闻声出来的舅妈 把我扶起来 把没有摔碎的碗 冲洗干净 给我装了一碗刚出锅的豆角炖肉 搞笑的是 我急着献报一样拿给外婆 传递着友好的信号 可是快到家里时 又摔了个狗肯泥 这一次我哭得上气不接下气 外婆 舅舅舅舅妈 表哥表姐都被我吸引了过来 外婆扶起我 给我擦眼泪 这时候舅妈转了回去 又给我们盛了碗新的 当天晚上 外婆看着那盘豆角炖肉 一块都没动 眼圈红红的 从那以后 她做了好吃的 都会打发我给舅舅家送去 而舅舅家 也会时不时地 送过来吃得用的 表哥表姐 更是时常在我们家 玩着玩着 干脆就不走了 留下来过夜 外婆看着我们仨 睡在床上 眉眼都是笑意 她没事就对我念叨 牙牙 你是咱家的福星 有了你这个吉林鬼 我跟你舅妈的关系 才会缓和呀 我说 如果没有我 你们也不会弄僵呀 外婆说 那不一样 他们终于长心了 是你这个小东西懂事 把他们的心给暖化了 外婆总是这样 把我说的跟花儿一样好 说我以后肯定会有出息 就连眼角 那颗令我讨厌的小黑痣 她都会说 那不是痣 那是福情 而我 自小被外婆教育的 能说会道 我说 姥姥 有你就是我最大的福情 不然 我现在肯定是一个 漫山遍野放牛 鼻涕冒泡的野孩子了 外婆笑得眼泪都出来了 你这张小嘴呀 真是哄死人不偿命啊 豆芽这孩子 嘴是真甜呢 这是全村人对我的评价 幼小的我就善于察言观色 乐善好施 我曾一度以为 那是我的天赋 是一个有妈生 没妈养的孩子 练就的求生本能 但后来 我才慢慢地觉悟 心甜 嘴才会甜 使外婆罕见的抚养 让我没感到过悲惨 让我自由奔放 足够阳光 十三岁那年 我见了妈妈一面 那是我记忆里 为数不多的几次见她 她是在一个天擦呵的傍晚 摸索到了外婆和我的家 她穿得花里胡哨 浓妆艳末 她用特别绝望的语气 对外婆说 我替那个男人坐了几年牢 她不但不感恩 还骗我 她跟房东说我们要搬家 把租金全退了 害得我连个住的地方都没有 妈妈全程都没怎么看我 外婆听完她抱怨 开始跟她夸我 夸我懂事 夸我有人缘 夸我学习好 妈妈依然不看我 只是红着眼睛说 我就知道 把孩子交给你 错不了 我本来想多赚点钱 寄回来 可是运气太差了 都被老男人骗光了 不说了不说了 想吃啥 妈给你做 外婆一边擦眼泪 一边下地包饺子 我们仿余 我们仨默默地包饺子 谁也不说话 我妈吃饺子的时候 外婆看她的目光 让人心碎 我临睡前 妈妈去上厕所 我看见外婆 把一叠零钱 放进妈妈的包里 那目光一样令人心碎 她是疼妈妈的 我看得出来 很疼 很疼 第二天一大早 我醒来的时候 妈妈已经走了 舅舅得知妈妈回来后 妈妈咧咧地 说话极为难听 外婆让舅舅闭嘴 把她撵出了家门 那天 外婆一只魂不守舍 切菜时伤了手 捡鸡蛋时 踩碎了一只 晚上 我放学回来 看到她手指上的伤口 大呼小叫 不肯再让她做家务了 我剁鸡时 生火 做饭 外婆围着我转 她终于艰难地开口 这都是我牙牙的命 你也别怪你妈 她要是多看你几眼 就走不了了 姥姥 我懂 我没怪她 我有你 顶一万个妈 外婆又哭了 那天晚上 我写完作业后 外婆就跟我聊天 我从来没见那样伤心的外婆 她说老爷去世后 她一个拖着三个孩子 讨生活 天天忙着怎么活下来 没时间管他们 所以也只是把他们养活了 却没能把他们教育好 你妈如果不是因为缺少父爱母爱 也不可能老被男人骗 她都不记得你老爷的样子 我又粗心 所以她这辈子都在找爹腾 找妈爱 如果也像养你这么养他们 是不是 他们也会像你一样优秀呢 优秀 这是外婆给我的评价 而优秀的我 默默听着外婆的倾诉 一边给她擦眼泪 一边给自己抹眼泪 然后 不知天高地厚的承诺 姥姥 你放心吧 以后等豆芽有出息了 豆芽养你的老 也给我妈养老 听了我的话 外婆又哭又笑 说自己真有福 我的傻外婆 如果不是因为我 她现在 可以像村口那些 爷爷奶奶们一样 每天晒晒太阳 聊家常 一样天年了 把一个累赘 爱成福气 这需要多少的爱和勇气呢 初三那年 发生了一件 令我后悔终生的事 那时候的我 一度非常迷恋音乐 可家里没电视 也没有录音机 看着同学们都有随身听 我做梦也想拥有 可我不敢对外婆说 我知道 尽管妈妈偶尔会打来一点生活费 但那是杯水车薪 也仅仅维持我的学杂费而已 而外婆呢 能把我养大 已是不易了 她没有余钱 为了实现 日思夜想的愿望 我偷了 我偷了外婆压箱底的金戒指 在老家 每个六十岁以上的老人 都会想方设法地 为自己买个金货傍身 一位辟邪 二位离世后 给亲人留一个传世的念想 外婆的那枚金戒指 缝在一件旧棉袄的李子里 而旧棉袄 就那么随意地盖在一个咸菜坛上 外婆曾经得意地对我说 呀呀 我是不是挺有心眼的 是啊 若非内奸 或者准确地说 除了我 没有人知道外婆的戒指 放在哪里 而当时的我 太渴望一个随身厅了 于是我连拿件旧棉袄 一起拿走了 骑着自行车 跑到县城回收金子的地方 卖了戒指 买了随身厅 可想而知 外婆发现戒指丢了之后 哭得有多么伤心 村子里的人 文声纷纷前来帮他破案 大家一致认为 没有人会打那个破棉袄的主意 除非有内奸 而这时候 外婆突然不哭了 开始言之凿凿地说 好像记得有个外地货郎 进过我们的家 他大骂出口 说那些人根本不是卖货的 就是专业的小偷 眼睛毒得很 而且打一枪换一个地方 于是大家跟着一起骂 表示以后这样的货郎进村 必须盯紧点 晚上 我看着外婆一边生活 一边发呆 心里难过极了 可是能说会到的我 第一次没有安慰外婆 我在当天的日记里写下 长大后 我要给外婆买金戒指 金镯子 金项链 金耳环 很大很大的那种 我心里清楚 外婆一定明白了实情 她是为了维护我的颜面 才向村里人撒了谎 我必须活出个人样来 也是从那天起 我慢慢明白 真正爱一个人 不是用嘴说说 而是用实际行动做的 此后我上了高中 外婆就在离学校不远的地方 租了一间平房半读 以卖菜和煎饼为生 等到我考上了大学 外婆非要送我来读书 这是她这辈子第一次坐火车 她说这辈子值了 这回是我半工半读 来支撑我们俩的生活 我第一次骑单车 载着外婆 逛完整个大学校园时 外婆说自己的脸都小僵了 她不敢想自己这辈子 还能攻出一个大学生来 她说就是现在死了 也是含着笑的 秋风沉醉 外婆在笑 我的眼泪却在飞 我是在外婆的电动三轮车里长大的 我终于可以载着她走天涯了 大一拿到的第一笔奖学金 我给外婆买了一枚小小的黄金纸环 我流着眼泪给她戴上 终于有勇气承认 姥姥当年的戒指是我偷的 以后我会给你买更大的戒指 还有手镯耳环 拿姥姥的东西怎么叫偷呢 那戒指本来也是要给你的 外婆气定神贤地 欣赏着那小小的纸环 我真是有福气啊 能带上外孙女给我买的戒指 真漂亮啊 姥姥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好的戒指 外婆永远是这样 夸大地放大我身上的一切优点 而且不吝表扬 就像乡亲们曾经说的那样 你家豆芽身上的狮子 都是双眼皮的 外婆把一个最应该自卑的女孩 爱成了一个自信的女人 大学毕业后 我放弃了保研资格 迫不及待地参加了工作 外婆已经82岁了 她没有太多好光景了 我把外婆接到身边 我要和时间赛跑 好好地孝顺她 那时候追我的男生不少 可是了解到我的情况 见到外婆时 她们的眼神出卖了她们的嫌弃 薛峰是我的同事 也是我老乡 回老家时见过外婆 她每次来找我 都会给外婆买一堆好吃的 还托人从日本带回膏药 缓解外婆的关节疼痛 每次我们外出 不管外婆如何推辞 她都要坚持带着外婆 拿着相机一直跟拍我们 外婆被驼的厉害 因为风湿 手腿脚上的关节变形严重 可她每拍一张 都会跟外婆分享 说外婆是这世界上 最可爱的老太太 外婆对她更是赞不绝口 这辈子 她夸得最多的人是我 其次就是薛峰 那天我去买水 回来时 听见薛峰跟外婆说悄悄话 外婆 以后我们有孩子 必须你帮忙带 你带的孩子肯定差不了 外婆笑得眼睛都眯上了 好 好 多生几个 薛峰就是这样 挟持着外婆跟我求婚的 我毫不犹豫地答应了 在别人眼里 外婆是我的累赘 能和我一样真爱外婆的人 一定也会把我当作宝贝 按照老家的吸索 姑娘出嫁 是要办流水席的 外婆说 这个环节不能少 于是我们开着车 带外婆回了老家 那天 外婆彻底炫富了 明晃晃的金戒指 金项链 金手镯 金耳环 她拉着我的手 告诉我 告诉我这个爷爷给过我花生 那个婶子帮我做过衣服 告诉我吃过这个大伯家的馅 那个大伯家的桃 她逢人就夸我出息 说我上班和在家里谈工作时 都是用的外国话 与此同时 她也把薛峰 跨得天上有 地上无 可怜薛峰同学 全成泪目 旁人看到的是 外婆这一生的高光时刻 她看到的却是 我们祖孙俩后肝之前的 那些真酷 儿子出生那年 外婆85岁了 尽管请了月嫂 她还是坚持自己动手 每顿给我熬小米粥 煮红皮鸡蛋 偶尔她精神恍惚 会把儿子看成是我 鸭鸭 我的小鸭鸭 简直是世界上 最好看的娃娃 每每这时候 我和薛峰 都不去纠正打扰她 只是转过头来 我会泪如雨下 时光 请你慢些走 这样的外婆 我们都还没有爱够呢 梦 咦 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